朋友们好,我是船长,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咱们来聊一聊梅西 那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商业行为 居然能够被炒作成这个样子 那么到最后呢,废佩洋洋道 甚至跟政治都挂上了联系 那咱们这个频道呢,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啊 尽量少聊政治 那原因很简单,你我呢,都是普通人 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那么政治这个东西呢,只要你持不同的观点 最后一定是互相的谩骂和攻击 这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通过梅西的这个事件 咱们就纯的从足球的这个角度里面来分析 大家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 我呢,虽然咱们看到的表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尽量的去帮大家去挖掘 看看这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或者说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梅西这个事件呢 我认为需要负责任的一共有三方啊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也就是香港这边 还有呢,迈阿密国际这个追捞部 也就是贝克汉姆这边 以及呢,梅西本人 那么这三方里面我认为责任最小的是梅西本人 那么为什么呢 我一会儿再讲啊 咱们先说本次事件里面需要负主要责任的两方啊 一个是本次比赛的主办方 一个是贝克汉姆 那么主办方这边 你花钱请迈阿密国际过来比赛 这个无考后非 进行商业演出也好 这个无考后非 但是你卖的这个票价 你做的这个宣传 大家买票肯定是因为梅西 没有人说买票 我是为了看迈阿密国际比赛的 这个球队名不见经传的 他在美职联里面 梅西到来之前他都是排名垫底的 所以呢 大家买票肯定是为了梅西 那么你在合同里面 你就要跟这个球队协商好 麦阿密出来替比赛 梅西要不要一定出场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心知肚明的嘛 买票肯定是为了看梅西 梅西不来 我买这票干什么 你这个票 说实话 美职联的这个比赛我也看过 我看的这个美职联比赛 这个芝加哥打麦阿密 我看的这个比赛呢 原来五块钱 五美金一张票 都做不满 梅西来了之后 马上这个比赛从五美金 最低票价炒到了两百多美金 就是因为梅西来了嘛 所以呢 大家买你的账 买你的票 就是为了看梅西 那最后梅西没出场 这个责任在谁 肯定是在主办方的 然后主办方整体的这种规划呀 管理呀 也做的是一团糟 很多东西都没有协商好 这是主办方难掏其就的责任 那么再说贝克汉姆 贝克汉姆是麦阿密国际的老板 麦阿密国际 这次他能够出来 肯定是贝克汉姆一手策划的 他不说拍板的话 这个球队出不来 因为以这个球队 没有梅西的这个 之前的这个名气的话 很多队里面的一个球员 可能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机会 出美国去提比赛 去提这些商业比赛 是吧 因为没有梅西的话 你说谁会 或哪个国家会请麦阿密国际 这样一个球队过来去 提比赛 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都是为了看梅西 所以贝克汉姆 你也心知肚明 你跟别人签合同 签商业 是为了什么 是签梅西 是不是 那么梅西 我为什么说他的责任最小 实话实说 梅西在拿世界杯冠军之前 和拿世界杯冠军之后 已经属于 不能说是判入了两人 但肯定他的态度上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他之所以不拿着高薪去沙特 不拿着高薪去其他的地方 而来到了梅阿密 一个是 他认为 梅阿密这个地方 地理位置特别好 特别适合家人的生活 再一个他觉得 他已经拿到了大满贯了 已经没有什么可特别期待的了 所以在职业生涯的晚期 他想好好的享受足球 享受跟家人的这种生活 他不想遭太多的那种压力 或者是那种干扰 所以出于这两点 他肯定是要 一个是能挣钱 一个是在给贝克汉姆一个面子 是吧 贝克汉姆说了 他当时怎么把梅西招过来了 打了两个电话 梅西就过来了 梅西说我愿意 是不是 所以肯定是看在你贝克汉姆的面子上 梅西才过来 再一个他就是想好好地享受生活享受足球 这是他感觉到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么确实梅西在刚刚加盟迈阿密的时候 大家都围着他 都那样 是吧 而且在美国 你说又远离那么一个欧洲的足球的主流的世界 在美国这边也不会有很多人骚扰你 是不是 也不会像那么多的那种狂热的球迷来去 虽然也有很多人看足球 但是你说相比于什么南美 相比于亚洲 相比于欧洲 这些热度还是降了很多的 是不是 所以梅西出于综合考虑 他觉得莱密阿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他完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推测来讲 梅西是完完全全的没有想到 他会接这么多的商业活动 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球王 他在足球领域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追求了 他就想享受生活 好好的踢篮上球 踢踢球跟队友交交朋友 然后跟自己的老婆孩子 对不对 好好的过上一些不受人打扰的这种生活 因为梅西的性格大家也都知道 比较的内敛 喜欢的跟家人 喜欢陪伴的家人朋友 而并不是说喜欢到处去这种商业 去这种社交 他不是这样的人 C罗是这样的 梅西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梅西参加这种商业活动 参加多了 他本身就有敌处的感觉 我们说梅西你说整场比赛里面 没有笑容 然后给一个臭脸 我几乎可以肯定 梅西的臭脸肯定不是针对于球迷 他绝对 他的情商不会低到说 我看到球迷我就我辱华我就不喜欢你 我就把脸拉下来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基本我虽然不是梅西的球迷 我不是C罗的球迷 我也不是梅西的球迷 但是梅西的整什么样一个性格 看这么多人的球 我还是多多少少能够揣测到的 他给这么一个臭脸 很大一个原因 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来迈阿密 然后第一年还好 然后现在趁着休赛期间 贝克汉姆 因为他花的高薪把梅西请来 又把苏亚蕾斯啊什么阿尔巴把这些 你的曾经那些队友请来 要花不少钱的 那花不少钱呢 我就要从其他的方面商业演出啊 这种东西 我需要把票价 或者说把花的这些钱给捞回来 作为一个老板 他这么想无可厚非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问题在于什么 这个比赛强度啊 或者是比赛的一个频繁度啊 太频繁了 你要想 咱们从这个时间线上来看啊 梅西刚从沙特这边 因为可能梅西他本身呢 有很多的这种合同在身 那之前呢 可能跟沙特 沙特踢了两场 1月30号 还是1月27号 1月30号 2月2号 24号 连续这是八天踢了四场球 生产队的驴也没有这么干的啊 对不对 八天踢四场球 那欧冠的强度 就差不多了 所以说梅西在首先啊 在身体方面 确实可能是有一些伤病 包括拉伤啊 或者怎么样 你从梅西本人 包括迈阿密整个球队里面 他的这个队一里面 前后的这个表达上来看 几乎可以肯定 梅西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肌肉上面的这个不舒服啊 至少是身体上面的不舒适 这个是肯定有的 因为你这个比赛的密集程度太大了啊 你是正常来说 一个巅峰梅西都不可能说 四场比赛完完全全的全都出来 那肯定是要放弃一场了 那么这几场里面肯定要放弃的话 就放弃香港这场 那比赛这么密集 梅西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香港的这场比赛里面休息呢 一分钟都不出场呢 那我刚才也说过了 梅西当初加盟迈阿密的时候 他一定是跟贝克汉姆聊好的 而且他做了很久的这个调查之后 做了决定啊 要搬到梅阿密去 从这个地理位置上 从这个文化上啊 他就是想享受生活享受足球 他不喜欢这么多的商演 所以呢 本身他参加这些商演 就相当于是被迫啊 劳动被迫劳动 因为到他这个级别啊 你像梅西啊跟斯伊罗啊 到这个级别之后呢 你让他们再参加这么多的这个商演 给他们本身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呃 在动物园里面当动物的感觉 就是大家的去动物园买票 去看这个商业演出 其实他连竞技比赛都不算 实话实说呢 这两年对于足球的这种 过度的商业消耗 有点过头了 好不好 所以呢 在商业演出这么频繁的情况下 梅西本身 他就不是很喜欢啊 他必须呢 还要这个强颜欢笑 强颜欢笑 要做出一些呃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本身已经很不爽了 再一个呢 比赛时代太密敌 身体呢多多少少有点吃不消 那么没办法 一定要放弃一场 那么放弃哪场呢 你要不就放弃跟沙特那场 要不就放弃跟这个香港这场 两场你肯定要放弃一场 那最后呢 可能第一场踢 觉得还行 但是踢到最后呢 有点难受拉伤 第二场呢 试一试 踢了十分钟 觉得实在是不行 第三场的索性 我就不踢了 我修一修 我第三场踢的话 我第四场可能也就踢不了了 所以呢 两场之间 最后呢 跳过一场 那么好 你没心 你感觉到身体不适 你可以不出场 但是你不出场 这么多球迷来看你了 你是不是要出来解释一下 是不是要跟大伙儿啊 出来说两句话 微笑一下 跟大家握握手 是不是跟球迷合影啊 签名啊 什么的 参加一些活动 是不是 你好歹有一个表示 给球迷 这么多球迷过来 买高价的票 过来看你 你是不是要给一个解释 通过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报道 就是主办方这边 不断的三番五次的去找贝克汉姆 然后贝克汉姆肯定是找梅西 不断的这种协商啊 去谈啊 梅西最后就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就是烦了 你知道吧 就真的就是烦了 主办方给贝克汉姆施压 贝克汉姆呢 反过来跟梅西施压 本身梅西现在就对贝克汉姆 应该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他觉得 呃 他想享受生活 现在给自己的压力有点大 他不想参加这么多的商业 然后现在呢 贝克汉姆为了挣钱 无可厚非 那么贝克汉姆花这么多钱 把梅西请过来 那肯定要借着梅西去下单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拿梅西赚钱 那么梅西肯定也感受到了 贝克汉姆把自己叫过来 并不像当初贝克汉姆 跟自己承诺的那样 甜言蜜语 肯定是要对自己呢 这个商业价值 肯定要做出一些评论 然后利用自己呢 一个是扩大球队的商业影响力 一个是来用自己来赚钱 梅西肯定是觉得 已经有点不爽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贝克汉姆三番五次的 去劝梅西 跟梅西说 你说你好歹说话呀 赔个笑啊什么 梅西的性格我们都知道 不光是孤僻啊 就是内向的话 他并不喜欢去被强迫 做任何事情 其实不光是梅西 像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面 也不喜欢天天被别人告诉 你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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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何况是 你说梅西都已经到 球王这个级别了 那么贝克汉姆天天告诉你 本身就对你感觉有点不爽 然后你告诉我 你应该说点什么 你应该去赔个笑 你应该去跟那俩合个影啊 什么的 梅西肯定当时很 肯定很不爽的 所以他的这个 呃 臭脸呢 应该是白给贝克汉姆 或者说应该是白给 这个主办方看的 应该不是给球迷啊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当时啊 主办方是多次找到贝克汉姆 希望贝克汉姆劝说 梅西能够出来 做一些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 然后梅西这边肯定是拒绝了 拒绝之后呢 贝克汉姆想要打个原场 你看他在现场里面 多次啊 就遭到虚声 因为大家看不到梅西嘛 肯定是虚嘛 贝克汉姆弄得自己很尴尬 贝克汉姆当时的这个内心里面 肯定是非常非常不爽的 极度不爽 所以他跟梅西之间一定是 爆发了一定的这种摩擦冲突 不一定是很大的冲突 但是肯定是有一些芥蒂的 那这个是基本上是肯定的 那从之后我们看 贝克汉姆都没有跟着球队 没有跟着梅西一起去日本 他直接单独就飞走了 所以当时那个场景呢 是很尴尬的 所以梅西这边在我看来 他的责任在哪 他作为一个球王级别的人物 其实呢 你如果像斯伊罗那种啊 可以到处赔校啊 可以去 你哪怕是假的 你哪怕是露出一些假笑 露出一些赔校 在场面上让大家都过得去 也不至于呢 把这个事情呢 闹得这么大 也可以说呢 我觉得啊 就是大家都得过且而过 就结束了 给大家一个解释啊 比如说跟球迷朋友们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今天感觉身体不适啊 然后以后再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定会 是吧 你往回找一些这种 找补的这种措施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也不会闹得这么大 但是梅西呢 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是梅西的责任 那么整体上而言啊 实话实说呢 前不久 斯伊罗来了这个中国 他也没有出场 那最后呢 大家去补偿 把票退给你不就得了吗 但是这个主办方 他的很大的问题啊 你说你 你让别人花了这么多钱 买你的票 你把这个宣传 什么都宣传到位了 最后大家没看到梅西 那怎么办呢 你退一票呗 对不对 你说票你也不退 这就是主办方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呢 有的时候 我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呢 我更反感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过度的 对于足球的过度商业化的 这种行为 就足球你是离不开商业化的 但是过度商业化又不行 这就跟你吃饭一样 你不吃饭的话 你肯定会饿死 你吃多了 你身体就不好 比如说什么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都来找你了 所以你吃饭 吃到一个恰到好处 才是最好的 这个东西就跟足球商业化一样 足球一点没有商业化 你是需要钱的 你是需要给球员开工资的 所以本质上 这就是一个梅西 不愿意配合足球上面 过度商业化的一种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梅西不喜欢被人强迫的做事 所以他的另一番心理就上来了 所以导致 最后他拒绝出场 当然这是我个人觉得最接近真相的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里面留言讨论